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豬仔 現在晚上九點多 豬仔要介紹這隻 真弓五仔盾牌 我相信很多標迷都吃完飯 放了工了 豬仔要介紹這隻真弓五仔盾牌 真弓五仔盾牌有原因 因為提前豬仔介紹了一隻43M 有標迷就說 哎呀你介紹這麼大隻 我的手很小 我想看真弓五仔 豬仔說 今晚就 拍攝這隻真弓五仔盾牌 這隻是黑色的 實黑色的盾牌 襯托了 內影邊框都是黑色的 一隻小裝的真弓五仔 36M的直徑 這個 小裝的舊裝真弓五仔盾牌 我拉近一點鏡頭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嗎 它都是做了指釘的 Index 我們先說黑色的 尾邊的黑色都做了指釘 後面有一格的 夜光 夜光的 然後 然後 SEIKO的五仔 SEIKO的 logo 再加上五仔的盾牌 都是做了這個特製的指釘 6點位置 寫著automatic 21成 Made in Japan 對 6點位置寫著了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MYJ 好 看一下 時分針加上黑度的夜光是怎樣 我們一起來看看 究竟舊裝的夜光又行不行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先照一照 夜光也不錯 也很光亮 星期日力槍就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黑盤白字的日力槍 對不起 黑盤白字的日力槍 黑盤白字的日力槍 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黑色的內影邊框 做了這個 更加有層次感 做了內影邊框之後 21石 自動機械 大家都應該猜到了 舊裝五仔就是7S26的機芯 21石 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接著就是這個黑色的錶盤 錶觀位置就放在四點位置 你看到可以放在四點位置 整隻錶就 都比較 怎樣說呢 比較細一點 斯文一點 好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 錶觀 7S的機芯就不能 手上發條的 踢起錶觀之後 試試踢起 踢起錶觀之後 就沒有停秒功能 是的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教教教教教到六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按進去 是的 半格就教這個星期日力 向下轉動 一格一格調 教中東文就跳中東文 教英文就跳英文 星期日就轉了橙紅色 向上轉動 教日力 都是咄咄聲的 很有受感 好 教完之後按進去一個拉推罐 原礦物玻璃錶面的位置 旁邊做了一個銀色光深的 不鏽鋼圈 做了拋光的處理 錶腳的位置 我們看看 錶腳的位置 其實它都比較細的 都是做了光深的處理 延伸到旁邊的錶殼部分 都做了拋光 旁邊左右兩旁 都有分別 各有兩個錶孔 方便去換錶帶 而耳蓋位都挺有趣的 一體化色的錶帶 都可以叫做 耳蓋位都比較短 都是做了拉絲的 連接著一個鋼片帶 厚身的鋼片帶 錶帶 拉絲花紋中間鋸了一行拋光 好了 看看錶購 錶購 鳳親 J版 八九成 豬仔見的 都是有一個 五仔盾牌 舊裝精工 有一個Logo 寫著SEICO 摸上去 接著有一個 JAPAN的字 因為是日本製造的 打開之後 摺疊式的保險錶購 有個保險制 打開之後 銀色光深的薄橋 看看那個鋼位 先看看 一個透視的底蓋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透視底蓋 上面寫著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接著7S26C的機芯 21石 寫著 Made in Japan 最重要的三個字 寫著 Made in Japan 有個政府 可以調校快晚 這是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透視的底蓋 板橋位置 都有拉絲花紋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整隻錶是絲絲紋紋的 細裝 是的 拉遠一點 鏡頭給大家看真一點 連接著那個 耳朵位 是不是比較短 細一點 整隻錶網絡都比較細一點 和斯文一點 因為提前有錶就說 太大隻了 43M 我想要精工五仔 好了 豬仔就介紹了一隻精工五仔的 細裝 30 30 我先量一下 這個規格就寫36M的直徑 看看是否 我量出來就35.7mm 35.8mm 厚度 就11mm的規格 量出來是10.5 再細一點 脖子給大家看 脖子就是 42 左右 好了 我戴上去給大家看看什麼感覺 這隻錶 這隻錶 小裝的 舊裝精工五仔 好 我自己覺得這隻精工五仔的舊裝 整隻錶 好了 豬仔推介這隻舊裝精工五仔 黑色 黑狀銀 黑色的Dial 有時候黑色的感覺上 總是高檔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除了黑色的神秘感之外 黑色總是高檔一點 黑色的感覺 白色不是不好 白色是 比較容易看 黑色 總是有一種 高貴感 我自己覺得 撞出來的感覺 效果 好了 豬仔推介 究竟這隻手錶是多少錢 大家 猜一下 如果上個星期有看豬仔的 手錶推介 應該猜到豬仔推介 這隻手錶是多少錢 八百六十八元 一隻日本製造的 精工五仔盾牌 舊裝舊 logo 全新錶來的 舊裝舊 logo不代表是二手錶 豬仔不賣二手錶 不用再問我了 有些新的錶迷問我 豬仔你賣的舊裝會是二手錶嗎 不是 全新錶來的 豬仔有三隻現貨 有三隻現貨 黑色的Dial 銀色的 不繡鋼 銀色的不繡鋼錶帶 還有你看到表達的 漲卜卜立體一點的 網絡 好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豬仔的錶題那裏有 豬仔的WhatsApp電話 我WhatsApp給豬仔也行 打給豬仔也行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是佐敦怎麼拿 還是賴之閣怎麼拿 好嗎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好了 這隻錶就是 868元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like 豬仔 好嗎 看看今晚有沒有彩蛋 現在差不多九點半了 豬仔也要吃飯了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給個like 豬仔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好嗎 我們下集見 拜拜